每逢有《狼人殺》的節目 都必定會成為觀眾和網民熱烈討論的話題 因為《狼人殺》這本遊戲實在太難玩 每一局都可以有自然不同的行為 說的話可真可假 是演技、口才、心理質素的極大考驗 而自從《娛樂大家》的主持余德成 加入了《狼人公平版》環節成為玩家之一 節目的觀感和追看度的確有顯著提升 余德成先創下四刺客生存完美獲勝的壯舉 在《追星》一集又上演了一場 第一日將軍積跳查殺刺客 除了獲得網民高度讚賞之外 亦成為了無線狼人殺偶像 感覺只要有他在 就會令觀眾有所期待 究竟余德成玩得有多厲害 余德成在《追星》一集擔任將軍 並且在第一日發現 就馬上要找出刺客這個行為 實在無可挑剔 不過亦有網友會質疑 如果將軍所查的並非刺客 這樣好人的陣營 便會白白犧牲了一位有功能的好人 的確將軍去查證會有風險的存在 但其實即使余德成所查的是一名好人 對好人陣營亦非壞事 因為在場上就會多了一位鐵定的好人 加上余德成身處一個後置位 其他有功能的人 亦都沒有自認身份 作為將軍去做一個低風險的上線 命不為過 所以余德成能夠善用功能 令好人陣營的獲勝機會大增